一点脏衣物准备要洗之前 先扎完一把香香痘 这样洗完不止比较好闻 而且衣物也比较不会起毛球 但有医师提醒 有些人会对柔软精出现过敏反应 医师建议使用这些五颜六色的香香痘之前 可以先在通风环境 甚至戴口罩降低刺激 本身有鼻炎 气喘等呼吸到过敏 就千万别碰了 闻了没问题 但穿上神皮肤却出现红肿 那是什么问题 因为软精可能导致过敏 就是因为这些香香痘里面 还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做益氢酸酯 它是用来制作延续香气的胶囊 而就是这个胶囊 可能会引发某些族群过敏 像是皮肤炎 皮肤本身有伤口等 医师都不建议使用柔软精 如果持续刺激皮肤严重 可能会起水泡 到时候复原就是慢慢长路 有人对疫情端子会过敏 有人对乙酸瑜子会过敏 有人对乙酸衣物子会过敏 所以每个人不痛 那所以说 那你知道这种不同过敏的 就换的是你来的 简单来说 纸类常用在柔软精中增填香气 不过每个品牌用的纸类不尽相同 如果真的喜欢一物香香的 避开你的过敏纸类 还是可以用 东森新闻 陈思浩妙梦节的台北采访报道